欢迎收看腾讯体育世界杯特别节目十二分之一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曾经国家队的黄金搭档 后面一起来聊天 欢迎王氏鸿 鹏哥 还有我们朱芳与朱总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上来我们其实一开始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昨天都很好奇 朱总和鹏哥两个人有挤演过吗 挤演 好像没有红武演的时候 没有 对 对 我们没有红武演的时候 你说要是训练当中有一些摩擦 确实是有 生活当中平常一直对外当中没有红武演 你们俩认识多少年 青年队开始 青年队开始 我98年 对 98年 我97年来的广东 我98年认识了朱 对对对 我是98年来 25 6年 对对对 没有记过眼 然后聊到朱总的时候 就会聊到朱总当年的一些名场面 平安的天 发生为龙 我见过最搞笑的是说朱总兄前的不是号码是一个字 是 因为那年的自己的印刷是方的 方的 所以你们年轻的时候 虽然你们俩不急眼 但是脾气其实也有挺暴的时候的 对啊 我的国家队那几次打仗 哪一次没有 不过 还有个小话剧 就是说每年我们国家队有工资 最后打完国家队回去之后还欠国家队钱 罚钱是什么 罚款了嘛 可能这个罚款就是 就就就就就就那个工资就不花了 工资扣吧 工资扣吧 我扣完了之后还欠着 所以历劫 国家队彭哥觉得最容易着的是你 脾气最保的 脾气最 最容易被对手给激怒的会是谁 那个时候啊 老杜 老杜了 真的 老杜 老杜 老杜基本上就是 老杜 对每一个 谁跟他干的 谁都要干 你别看老杜说我真的 他谁都要干 好好打 直到为查尔斯打梦 不是像我们属于什么样的 先好好打球 你要不好打球 那我就 也用不好打球的方式 你要玩 你要是不好的 我们就来不好的 你要是真的好好打 我们也不会那些 老杜属于是我上来 我就不好的 我上来就给你整活了 他是主动出击的 这个料还是比较的 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有想到 对 因为我原来以为会是像 我记得 默克是不是脾气也特别不好 那时候 我记得南哥脾气也不是很好 南哥毕竟跟他是共同出拳的 但是大家其实都属于是 先笨的好好打球去 对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也想就是好好打 就用就是篮球的方式 去战胜那种 是吧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是吧 对手肯定也有脏的 也有我们认为动作大的 或者什么 就是那我们OK 那我们就用这个尺度来 就是来打呗 所以啊 就是当时我记得 应该是朱总先 在这个先进的瓜队 然后彭哥是随后进的瓜队 当时朱总 这个进瓜队的时候 彭哥是一种向往 是一种羡慕吗 还是就说也以朱总为目标 要追赶一下 那个时候其实自己是有一定的有一定问题的 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国庆都是一起的 国庆都是一起的 后来就开始这个因为我那时候是我记得特清楚18岁的国庆 18岁的国庆 然后19岁的国庆 最后又去咱们打卡塔尔那些赵总军代那年又是22岁的国庆 当我这18岁的国庆 打到22岁的国庆的时候 就心里想着 哎呦 这个没问题了 这个22岁国庆都打了 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快挂队了 有一段时间就开始自我膨胀了 自我膨胀了之后 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开始玩网络游戏 玩网络游戏的 玩网络游戏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天天的就是 心思就不在训练上 后来当他们都 他和杜峰 我们那时候国庆还有刘伟 这个莫科都进了那这个05年之前的上一 对 雅典嘛是吧 雅典国庆 那些国庆 那些国庆 那届 我就想着 哎呦 不能再这样 我不能再玩游戏了 再玩游戏我就荒废了 因为毕竟跟我同一批的人 朋友们都进过 好像跑得更快了 我已经落后了 本来是在这个同一起跑线上的 为什么现在自己落后了呢 就不能这样了 我从 就一夜间 就是卖掉了所有的东西 就不玩了 所以鹏哥就是 就像您刚说的这个 就因为当时可能 生活的环境啊 然后当时的经济条件啊 这些方面 在你们打球了以后 打球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你们要 倾注全力去做的 那虽然其中有的时候 可能要打打游戏 但是就像你说 反正这个醒悟了以后 我就是要玩了命的干这个事 那现在的孩子 是不是有的时候 反而退路太多了 他们就犹豫 就没有那么全力以赴 对 然后这个一个就是 刚才就说的 现在的小朋友 也许就是说 一个第一个 就是家里条件太好 对 就有时候 我不打篮球 我可以干别的 这个我起码不会说是 这个 以后 这个没饭吃 或者是以后 没事干 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 我的家里条件 就并不是很好 当时 我记得 我还给我 父亲写了一封信 就是说 我一定要靠 我自己打篮球 手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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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 我97年庆到青年队的时候 当时整个我们二尔岛里边就两部这个插卡 刺卡电话 IC卡 两个桥头 各一个 你要排队 你要等 一个星期就能打一次电话 打时间长了 这边号码有人吹你 我就写信 那个时候 真的是我手写的信 然后 这个就讲了 每次都训练的时候 这个 这个怎么难呢 这个都不会跟家里说 但是 我记得特清楚 我当时写了一封信 给我爸 就是说 我要用我的篮球 用我的努力 去改变我们家族的历史 就我要走出来 我要离开丹东这个小城市 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个就是我唯一的出路 就很多时候 其实很多人问我们 当时世界杯投绝杀的时候 你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很多时候我就会说了 当一个人 你在这个 多条道路上选择的时候 你只有一条选择的时候 你只有孤独一致的时候 也许 就不会那么难 因为你只把这件事做好 只有成功和失败 这两种可能的时候 你就不会患得患失的选ABCD 我只有唯一的选择的时候 他就是最优的选择 前面一位彭哥也提到了 06年的那个球 就是在外界很多人看来 那个球其实是改变了 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彭哥的生涯 可以说 那朱总作为一个当时的旁观者 你认为那个球 你说这个我就不同意了 好让当时人先说 你没有租前面那个三分野 我后面那个投机了 有成用 那朱总怎么来看待那个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球 对彭哥的生涯改变是很大的 没有彭哥最后那一球 我跟你说一片人都会倒地 一片人都会倒下 也没有人会记得我前面那一圆球 是有个人信心什么的 有觉得作为旁观者 觉得我这个队友突然之间厉害了 气质不一样 我觉得打球这一方面 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也经常跟年轻的这些队员 我们或者是我们同年龄的 同辈的我们也在交流 就运动员可能会 你会因为某一个瞬间 真的是在整个状态 他会给你一个脱胎坏骨的感觉 包括就是身边的人 对你的就是这个信任 也会因为这一刻 就是说去做一个 就是彻底的一个改变 就我觉得这一球 不仅仅是改变了他一个人 而且是改变了 就是整个中国篮球的 就是当时的一个就是发展 包括就是在取得这个成绩以后 就是球迷 就是全国对篮球的这股热潮 就是会 就会影响就是 很多很多人对篮球的这种支持 这也是 这也是所有人反馈回来 给他的这个支持 就是大鹏 我的印象就是 对这一球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他把这球投进以后 他在往后的所有的比赛 他的自信心 都完全不一样 他能够 他都能够就是说 去把那种状态去打出来 包括后面的我们干预会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半决赛的那一球 包括决赛的那一球 都是 这就是一个球改变了整个人 包括就是身边的一切东西 那彭哥因为那一届比赛 是你成江国家队第一次世界大赛 那一届比赛本身 期待啊 印象这些事情 会不会就记忆特别深 06年的世界杯 确实是在我的这个篮球道路当中 是捅破窗户指的那一届比赛 他让我看到了这个 世界大赛是怎么样去准备的 怎么样去打的 怎么去应对的 世界篮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是我一个认知的一个过程 你说在我的世界 这个整个篮球生涯当中 最印象深刻的 我在无数词的场合当中说了 108年我就回来 就那个是无法超越的 108年奥运会 我们的第一场球 打美国的时候 那种就是那个状态 已经超出了这个篮球 我对篮球的这种概念 他的这个民主自豪感 他的这个爱国情节 那个时候 108年奥运会 在当这个2万多人 3万人在同时喊国歌的时候 因为我们当时 每一年瓜队我们都会入场 当时猪在旁边 七八九啊 对对对 老杜在前四嘛 这些以前都是这样的 我从我打职业联赛开始 我的第一场比赛 我都一直在唱国歌 当我15年退役的最后场比赛的时候 我的习惯依然没有改 我还是在唱国歌 但是那场比赛 我们肩冰着肩 搂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唱国歌 我们就是在喊 全场的人在喊 全场的观众在喊 那种自豪感 这个爱国情节就瞬间爆发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那一届比 那一届那一场比赛 是我这个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我在退役之后的好多的场景当中 好多的场合当中 梦到过无数次 就前面有个大国旗 我们12个人晚在一起 肩饼着肩 后面只有没有每个人的脸 然后我们在一起喊这个国歌 当然这12个人的时候 也许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了 也许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 也许是我们后面的年轻的球员了 但是那个场景依然会出现在我梦里 所以咱们节目叫十二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作为另外的十二分之一 就是对朱总来说也是一样的 那08的比赛 对你们所有亲力者来讲 是不是就是不可超越 很难超越吧 就是开玩笑说一句 以为是开始 哪知道是巅峰 怎么突然转折了起来 可以聊聊朱总的开始 朱总是因为02年就打了 在明尼亚波利斯打的这个世金赛了 印尼亚波利斯 印尼亚波利斯 其实因为当时打的就很好了 我就说刚才他的句话就印证了 开门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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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朱总觉得试寝赛的这个进入国 正式国家队的这个旅程 之后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肯定就是 自信心绝对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经历了国家队级别的这个比赛 然后而且你面对的对手就是上来就是孟之队这种的 你再你再去你再去跟就相当于就跟他们就跟保留 就你跟皮尔斯队伍完了以后你再去跟其他队员打的话 皮尔斯我也就是没有输太多的感觉那种就是你在这种信心里培养起来以后就是你对其他的那种对手的时候包括再回到再回到国内再打西边打这种联赛的话 就你在那个自信上面你就已经领先你就赢了你就赢了一截了 是吧 然后你通过国家队的这种这种训练这种提高这种对抗 然后国际比赛的这种提高 你再回来打来比赛会觉得就是真的是小菜一点 就是国家队的经历不管是从自信技术各方面 心理状态什么样的就是成长 对就是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去给你这样的提高 所以能够进入到国家队的首先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 就是球伤球技各方面是综合性是都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对于这一类的就是说篮球运动来说 反而就是说给他们的提高更快 是吧 你没有机会进入到这个进入到这个最强的这个这个竞争的这个团体里面 那你的进步的这个脚步就会相对就会慢一些 彭哥觉得这个国家队也好俱乐部也好 整个的竞争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或者你觉得哪个会更激烈一点 首先我觉得从官方的口径来说 我们那一届的国家队我们那时候的国家队 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国家队 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 你要为了国家荣誉去进到国家队 但是这个事是不用提的 你不用提这个事 因为你进了国家队都是要担负这个责任的 然后后期的时候这几年 我很难想象进入到国家队之前 我们还要这个 还要动员一下 你要为了这份荣誉要进到国家队 那个时候还用 那时候感觉什么 你有机会为国效力 你就算是你这辈子最大最幸运的事了 国家队现在冲突多吗 对抗太强了 就每天上打架一样 国家队跟人鸡眼吗 国家队鸡眼 就跟他没鸡过眼吗 国家队对抗的时候 国家队是真鸡眼 国家队训练真的鸡眼 剑血的也有 受伤的也有 因为在训练场上面 你不全力以赴 你就会被对面的击败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就是什么样的 从国家队没有进入到那12人的名单的那一刻 就是说来通知你 你没进入到这个名单 你没进入到这个阵赛 阵选的那名单 你可以回家了 这个基本上是怎么通知的 我现在很好奇 找你到小房间 我们那时候好像是每次公开课 公开课就公布 谁是应该有要离队的球员 那那个就是大家一起公布 对 不不就到小房间里边 单聊 就跟你单聊 那被叫进去的人就知道自己要不对 所以到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能都会知道 对到那个时候的心理压力 你想想多大 我每天我要竞争 我要跟人拼 我要跟人赌 其实真正离开国家队的人 你说真的是差吗 没有 对 但是你要是当你那一刻被叫进小屋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然后就是每天到后期的时候 大家有的时候说实话 我不会在乎我每天练什么的 我在乎我是不会被裁了 当这个球员被裁的时候 在下一年再回到国家队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心理状态就不一样了 他和第一年留在国家队的那些人 心理状态是不同的 更玩命 就是不是 他就会有落差感 对 他就会觉得我已经比别人短一块了 真正的 我们就说他比我们这些 真正能留在大名单里的人 差到哪里去没有 也许就是那一次的裁员造成了他以后的落差 也许这一个落差 他三五年能缓得过来 也许三五年缓不过来 他会一直陪伴着他整个的职业生涯 他就觉得当时是猪进了大名单 我没有进 也许猪就是比我要强一块 就是因为今年南篮又去欧洲拉链了 欧洲拉链这个事一直以来 以往对我们来说是很神秘的 因为我就记得在19年世界杯的时候 因为是打的夏季联赛没有去欧洲进行拉链 然后我再早一次听说就是当时可能尤纳斯带队的时候 带着这个去国家队去欧洲拉链 能跟我们讲讲欧洲拉链的这个神秘吗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对于球队在欧洲 难道就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鹏哥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欧洲拉链 你觉得会是哪一年 或者说你觉得欧洲拉链带给你来说 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因为我们在欧洲拉链最长的那两年 就是06年07年那两年 应该是07年 我们去为08做准备 然后那一年就是当时也是有了 这个老游的时问那一年 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确实是打谁输谁 但是这个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从输当中确实是进 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那一届除了大窑之外 国家队在国家队的那些球员里边 进步最快的那个阶段 因为你接触的篮球 接触的这些高水平 你跟他们经常打 当时我记得打西班牙的时候 我们上半场 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二三十分那么输 毫无还手之力 到后期的时候我们打还跟那日游的打 最后还赢了德国赢了那些球队 后来我15年退役 我去一趟欧洲 我去看了一下老游 我跟他聊了一下 也问问他 然后我说当时你从雅典回来之后 接手国家队 到奥运会结束之后 其实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训练计划 他其实已经当时给我讲了很清楚了 对 然后我就问他这个训练计划 他说2006年世界杯 我们打完之后 他希望我们能够在2006年世界杯上 能够打出一些名堂 还好 他说开玩笑说你那个球投进了 你那个球投不进之后 我的训练计划都白做了 他们一般会做四年的训练计划 一做就做四年 做四年 每一年干什么 然后他说 就开玩笑说还好 然后当时我记得还给我碰了一围 然后后来就 这个他说2006年是 希望我们能够一鸣精人 或者是能够打出一段成绩 让世界知道 中国篮球是能够 在这个世界的强队的舞台上 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 可以跟别的队掰一掰 2007年 他希望到欧洲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跟我说 他特别希望打摇去打 特别希望阿联也回来 这些人都回来打 回来打的时候 他希望能够在欧洲扫一片 就怎么到扫一片的意思 就是说我把这些欧洲强队赢一遍之后 我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起码大家都知道我是强队了 裁判就不会说是一直在针对我们了 但是事与愿违那一年 其实到后期大学夏天又受伤了 对 那就没有打 所以我们到时候 那个时候他为什么 一个是我们之前输得太多了 不适应这些欧洲强队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打的 都是德国广泊队 这个 都是正牌 正牌广泊队 加索尔那些都在的 所以这个 他自己其实心里也有一些落差 然后就是要到了08年 他说到了08年之后 这个还好大奥那时候回来了 他本来的计划就是07年要一鸣惊人 在欧洲扫一遍强队 08年确实要在08年上一鸣惊人 他当时跟我讲的就是这个 四年的一个奥运周期的训练计划 所以我觉得那一年的 这个欧洲的一些拉链呢 确实是在 我觉得是我们那一批孩子里边最掌球的一个阶段 朱总怎么觉得那段时间的欧洲拉链 因为毕竟跟皮尔斯都打过了 然后没想到欧洲这么难打 是不是 就是07年的时候 其实每个队伍都在 就是为08年去做准备了 所以出来打这种就是热身赛的 都是正牌国家队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 你记不记得就我们跟西班牙连续打好几场 是吧 这一战打一场 那一战打一场 连续打好几场 基本上都30分以上 30分以上 那时候就把我给打崩溃了 就把我给给打崩溃了 因为那时候 大小加索尔 金铜 鲁比奥 这些什么 鲁迪 鲁 炸弹 什么都在 全部都在 对 全部都在 然后那时候 打了我就是 赶紧回国吧 别的丢人线 你每场球数30分以上 人家就是 就是西班牙国家队 他们自己 可能就是我当时都有赛的 我去 这比赛 我觉得我要打的也没什么意思 那是最绝望的 对 很绝望 那时候我在国家队 就是很绝望的一段时间 就打了一个热身赛 而且那时候就是 就是把我的打崩溃了 我记得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一刻是什么样的 就是 就是老游在叫 换人还是什么 就是我有一点 就是不想上场 就是我上去 你就这种状态就是 首先你想赶紧结束比赛 第二你想赶紧回国 就已经就是 把我给打崩溃了 就是我那一刻就说 不想 那时候不想上场 因为其实04到08 我觉得算是欧洲篮球进步的 第一个腾飞的阶段 世界篮球 希腊 西班牙 立陶宛 西班牙06年世界冠军 对 他们07年打西班牙的时候 就是世界冠军的班底在打 但那个过程是不是 像周总一开始说的 一开始那个崩溃 是不是会接近觉得 我怎么打也打不过他们 然后打了那么多次以后 就觉得好像还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比赛 所以这种转变 第一是心态上的 还是这种差距 你们觉得是对抗 判罚尺度 就是你适应了 首先是什么样的 你把这个对抗的这个强度 就是这个攻防的这个强度 然后国际的这个判罚的尺度 这些你都去适应以后 然后你在跟他们在说在打的时候 你也会去不断的去提高 你也会寻找解决的办法 所以你会就是我们那个队伍会从输30分40分 然后到后面能够能够去跟他们去对抗 甚至于你看像林八年我们打到 就是最后 林八年能打到这样 原来是跟他们已经很熟悉了 对就是你想看那时候西班牙只有跟孟志队能够对抗的 只有西班牙这些球队 而且那时候赛尔维亚都在都是一个低谷期 低谷期了 对赛尔维亚都是低谷期 所以我们能够跟就是这个欧锦赛的这个冠军 是吧 然后是奥运会的摄影赛的这个就是决赛的这种这种队伍去打 你想想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你07年输这个30分40分的时候 你到08年可以打加持赛 那那场是最遗憾的一个实力吗 确实遗憾吧 你远世界杯的时候我都说过了 其实我们遗憾的心有不甘的离开了08年的奥运会 所以我希望这一届能够在同样的赛场上能够延续我们一些东西 能够把我们那些遗憾能够逼不出来 毕竟我们代表的是中国篮球 所以那一届确实是我觉得对我出动挺大的那一届 因为是心有不甘的感觉 但是那一届我觉得08年奥运会 现在我们如果分到了什么欧洲德国什么希腊立陶宛 我们就根本打不了 就默认这场比赛就算 那个时候你想一想在我们心里边 就是德国是肯定能拿下来的 这个计划内的东西 德国肯定能拿下来的 希腊能不能打能打 最后老游就说我们立陶宛能干 那个时候的状态和我们心里的状态 现在是什么状态 立陶宛 希腊 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就不一样 这些欧洲强队除了西班牙 我们不敢说是能够手拿把架的 其他那些欧洲队 我们都是能够打的 那个时候 那个心里状态是什么状态 你想想 所以大赛前 比如说大家在备战的时候 主教练是会说的吗 哪几场比赛我们要去拼 就是哪些对手我们一定想拿下来的 还是大家是有一个 不用说 我们那时候 就是教练组其实会研究这个 就是 战略上面的东西 肯定是教练组出于研究 但是我们全队的那种状态 就是 打谁都拼 打谁我们都全力以赴 不会就是说 我们就是这场调整 去留着劲 然后去面对下一个对手 那时候不会这么想 就包括第一场上来 孟之队 对吧 美国队上来 我们都没有说是 对 没有说去害怕孟之队 都没有说是要去 还一场 我们再打第二场 那种感觉 没有这么说 没有就是说战略性的放弃 就是说美国队我们打不过 我们要战略性 就是说 除了美国就碰到欧洲那些球队 都是 都有得打 而且我们都有得赢的 都是那种心态 朱总能接受失败吗 特别是今年主场输了 我现在对于这个 就是失败来说是 比较淡定的 比较淡定的 因为首先不是我在上面打球 对吧 这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首先不是我在上面打 我控制不了 就是我做出不了那么多的努力 去左右他们输赢 是吧 那我接受不了的 就是像之前 国家队的一些比较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一个 第一个失败 就是02年釜山洋运会 决赛输了 就是这个是我相信 全国的球迷都接受不了 对 是吧 包括我自己 我也有上场 我也有在这个比赛 在这个洋运会里面 去表现 但失败了 我觉得整个球队 都接受不了 因为大家对于这个 02年洋运会的这个冠军是 就志在必得的 那个阶段的国家队 第二就是最大的失败 只有冠军才是最基础的任务 是吧 还有一年的失败 就是这个天津的亚锦赛 天津亚锦赛 那一年 其实我们在决赛之前 都是一路 就是砍瓜切菜 比较稍微 高奏凯歌 09年 半决赛都是赢 五六十分那种状态 然后全队就 肯定就觉得亚锦赛 没见过伊朗那时候的 就没想到伊朗 会在决赛的时候 给我们就是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那场比赛 所以那场那场 这两场失利吧 我觉得在国家队对我的这个国家队生涯是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你根本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去接受这个失败 所以会让我就是觉得就是那个阶段是接受不了 但是你在面对就是国际大赛的时候 不管是市井赛也好 还是奥运会也好 基本上我们都完成就是我们制定的这个目标 是吧 我们有输球 但是我们也有赢球 而且我们是完成目标 那我觉得这就不能叫失败了 我提一个敏感的 比如说中国台北那场 就是有想到吗 因为毕竟一上来其实是领先 那一年是菲律宾 菲律宾亚里在那一年 可是那一年这个好多东西都是集合到一起去了 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 第一个杨纳基斯不是很熟 第二个他也是希望能够选一些年轻的球员 进到这个国家队里边完成一个洗脑交替 他希望打造自己的一些体系 而且我觉得他对整个 这个国家队的还不是那么的熟悉 那年你是没打了 我打了 因为那一场录像我看了很多遍 你们俩上来发挥的还都特别好 然后还领先了很多 就是一上来领先了 然后做到凉了还没上去 这个就是跟亚纳基斯不熟的问题 我那天也还行 那场比赛我打得还不错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 怎么在场上我就接不着球了呢 怎么就 我是感觉我是 就是已经歇到彻底凉了 再上去就是跟不上那个节奏 那个状态就是走不回来了 所以到现在来为止 就是彭哥虽然对年轻人很担心 但是有你特别看好的年轻人吗 就是在肉眼可见的未来里头 我这一批孩子里边 入选的这些球员里边 年轻人我都觉得是不错 起码他们的身体条件 他们的身体天赋是冠军级别的 我总是这个概念 冠军球队的选才 一定要选冠军顶级的天赋 你不能说冠军球队的目标 我选个二三流的这个身体天赋 那是不匹配的 你的目标就是打冠军 所以你选的年轻球员 就是要冠军的天赋 这些孩子的天赋是肯定有 而且也有这个国外打球的一些经历 而且身体条件可不可以好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经历过 当时老游选我选孙悦 那个阶段 我完全了解这些欧洲教练 对这些高个子身体素质非常好的 这些后卫外线 它是这个培养计划 是能不能跟这种国际篮球借轨的 我完全理解 很多球迷觉得不理解 为什么这个联赛都没有打出名堂 这个怎么怎么着 就进瓜队了 就进大名单了 但是这个 这个乔赛的这个选才 我是理解的 他们的取向 对你说特别看好 我觉得我都看好 我都希望他们好 那为啥现在瓜队的头篮 拎不出来 主要是坐在我们身边这两位 当时投篮都太准了 为什么并称为王七朱八呢 打斯洛文尼亚那场比赛 除了大瑶最后勾进了那个两分之外 就是 就是二位做的分 个人一人一刻三分球 朱总那些 前两天我看了朱总的这个采访 我就觉得说的特别对 就是签练 就是练成 就是没有别的秘语 就是得练 就照道理来说 我就觉得 现在的就练得也很科学 然后练的条件越来越好 我不太想 现在说了我们以前怎么怎么训练了 我们以前怎么怎么练了 没什么意义 真的 但是现在你说你拦着头不进 好吧 你说这个紧张 有心理压力的问题 一场 两场 三场 没有问题 但是你长期的这个命中率都不是说特别高 或者是不能成为你的特点的情况下 那不就是练得少吗 你练得多了 我就是你的绝活了吗 就是说你经常用的吗 就这次的国家队其实像欧洲主帅 像去欧洲拉链 二位其实都是经历过的 但这次国家队有一个很特殊的环节 是二位没有经历过的 就是有一个NBA球员 这个两位也是经历过的 但是有一个规划球员是不是没有体验过 有没有期待吗 那他必须没有体验 肯定没有 那当时我们够强吗 对 实话实说 那现在你肯定是没有当时强 才需要去做一些人员的增补 但是既然来了 会对李凯尔的表现 会期待一些吗 我肯定会期待吧 因为我刚才都说了 我们这一节世界杯的 这个指望性我们就不然而遇了 因为上一节我们也没进奥运会 对 这一节一定要是想办法进奥运会 而且我们这一节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机会进 而且所以就是说 希望他能够 带领我们能够进瓜对吧 因为很多人都会问 这个规划的 你的看法是什么 同不同意规划这个事 我觉得对中国篮球有帮助的 什么事都是好事 朱总呢 朱总会觉得 李凯尔会面临一些什么挑战 他的融入什么的 你担心吗 因为没经历过 我也现在没有这个经验 去太多的去分享给大家 只能靠就是 因为我也不在国家队 现在也不在国家队 也不知道就是他现在进入了国家队以后 这几天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状态如何 就是我说的状态就是跟队员之间 跟教练之间的就是这个距离感 有没有就是非常快的就是去融合在一起 这个是我觉得目前是比较关心的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东西 就是他能不能融入到这支球队 是吧能不能给这个中国队在这一次世界杯带来质量上面的这个提升 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东西 这也是我很就是很期待就是说去制造的东西 但是从他个人的这个能力来说的话 我觉得肯定是会对队伍有帮助 是吧 但是至于能够有多少帮助 我们只能用就是真正的就是到世界杯上面去 看到这个能够带来多大的这个效果 对 是吧 如果效果好的话 我觉得那以后就是你再多规划一两个 也不是也不是不可以 对吧 所谓储备先放 对因为因为就是说你根据就是说 现在就是中国球员的目前的这个水平跟状态来说 你需要这样的帮助跟支持 把这个球队就是保持在 起码就是说奥运会这个舞台上面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篮球就是非常根本基础的一个就是期待吧 就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今天二位都是相对生涯比较幸运的 那就是在一个中国篮篮竞争力不错的时代 然后呢你们在联赛当中赢了非常非常多次 那赢的球比输的球多太多太多了 那有很多的运动员是经历过更多的失败 就是大家会认为体育是一种挫折教育 因为赢的人是少数嘛 但是二位其实就赢的次数是比较多的 那对你们来讲就某一些时候的失败会变得更加的刻骨铭心一些嘛 就相对来说赢了那么多之后 对于输这个事情是更不能接受 还是我偶尔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失败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赢吧 大多数的时候像我们和猪子的时候 这一辈子是比较幸运的 之前有大摇的皮肤 后面我们自己能够打得出来 但是我们想我们后面的这些孩子 这一辈子的人他有多少皮肤 也许失败是他们的主旋律 但是当他们能够胜利的那一刻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这个胜利能够延续更长时间 或者是这个胜利能够让他们这一辈子都辉煌了 我想问朱总一个小问题 就是有一段时间 大家会认为朱方宇在荣誉上 已经是CBA历史第一人了 CBA的GOLD现在不是吗 现在可能阿联在追赶他吗 现在不是吗 阿联不在 那这样的一个这种头衔会有想过吗 会不会想要去说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争取吗 头衔荣誉这方面一直都是我的动力 但是我不会为了就是个人的这种头衔 然后去改变或者是说去自私 去跟球队站在对立面 还是希望就是只有就是你达到了冠军的这个舞台 你其他的荣誉都会水到渠成 就是很自然就会就会过来了 朱他确实是这样 他是在场上 他那个时候已经达到很高的高度了 得分都很高的高度了 但是有一些小孩年轻球员在场上 就是这个乱攻不防守的时候 我真的是见过朱红颜 彼此之间没有极过眼 但是对有一些人的选择无法接受 对他对这些不认真 不投入不防守 对这些比赛不认真的 他真的是极过眼 就好像 这个球队就是这些老队员 这些阻力给你打下了一个30分的一个基础 让你上去就是去锻炼 去提高 是吧 你我们肯定也很正常的知道 这个分肯定会被对手去追回来 对往回推 对因为你的就是说 你把年轻队员换上去以后 整个球队的这个实力会产生变化 但是接受不了的就是 这些年轻人把这个30分当做 就是你给他理所应当去花的一个本钱 就是你给了一笔钱给他 但是你不能挥霍 对他随意去挥霍 这个是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 是吧 你可以在这30分的这个状态下面 你全力以赴去拼 我就算就是后面就是 这个分被追回来多少 这是次要的 但是你要让全队看到 你在珍惜这个机会 你在珍惜这30分 对吧 这是我对就是 我们后面这些年轻队员 当时的那种状态 荣誉这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我挺幸运的 就是整个就是联赛的这些荣誉 如果当时没有就是这个 三大中风的就是赴美 这一个就是过程 所以我相信这些荣誉 会在他们三个身上去体现的更多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我比较幸运的一方面 明白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朱总和彭哥 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们的这些经历 而且我觉得也看到了很多 以前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不管是在瓜队 还是他们在成长历程当中 一些重要的时刻 我觉得今天收获还是非常大 当然 跟这样的前辈聊天 总是让人身心愉悦 没错 会学到很多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 十二分之一就到这边 感谢两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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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